你以为的传统3D打印是这样的吗 但其实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 是3D打印目前最新的一种技术 就是3D微纳打印 最近我们利用3D微纳打印技术 制蔽了器官芯片 它实际上就是病人的一个替身 可以大大提高药物递送的一个效率 进一步能达到我们降低药物研发的一个成本 用的这个技术 亚像素微扫描 能够提高3D打印的很高的精度 这个是我们一个非常遥遥领先的一个技术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 向我们介绍了一种最新的微纳3D打印技术 利用这种技术 日前上海交通大学王晓琳团队构建了层级血管化器官芯片模型 并且基于这一模型 进一步研究了磁控微纳机器人的多级递送策略 为今后体内靶向药物的精准高效递送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案 相关成果也发表在了微流控权威期刊上 我刚才说的这些可能听上去有点复杂 那其实就是说科研团队用微纳3D打印技术 打印制备了模拟人体器官结构的芯片 那可能有人又会问了 器官芯片到底长什么样子 它又是做什么用的呢 大家看我身后的大屏幕上 展示的就是器官芯片的样子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和记者一起去具体了解一下 在我手上所拿的呢就是器官芯片 那什么是器官芯片呢 其实它就是模拟了人体的不同的器官的一个结构和功能的这样的一个芯片 这个的话主要是我们想用于构建这个三维的一个血管网络 那么这个的话是我们想用于构建一些这个皮肤的一些芯片呀 甚至比如说还有一些我们可以构建一些肠道的一些这个芯片等等 中间是一个组织枪石 那么两侧的话是流体通道 那么实际上在两者中间的话 它是有一些非常非常小的一些微纳结构的 因为我们主要还是以这个人体的一个细胞为实验对象 把所需要的一些这个混有细胞的一个凝胶 我们把它灌注到芯片里面进行这个培养 灌注了混有人体细胞外机制的器官芯片 在经过四五天的时间以后 会生长成人体三维毛细血管网络 科研团队随后注入具有磁引导功能的微纳机器人 在显微镜下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的运行轨迹 通过这个外界的一个磁场的一个操纵 我们可以实现微纳机器人在这个血管里边的一个导航 那么比如说从一个点我们可以把它运送到另外一个目标点 那么目标的话还是今后用于这种精准的一个 靶向的一个药物递送应用 我们可以利用体外构建的这种模型来帮助我们筛药 进一步降低这个药物研发的一个成本 同时呢提高这个药物研发的效率 另外主要还是在这种医疗方面的一些应用 你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在体外构建肿瘤芯片 实际上就是这个病人的一个替身 比如说有一种药物 那么我们可以加到这样子的一个模型上面 那么看看它到底是有效和没有效 那么反过来的话会辅助这种临床的一个用药的一个指导 刚刚我们也注意到 在小小的器官芯片上有很多细微的通道 像是人体的毛细血管网络 其实器官芯片就是在人体外 模拟构建了一个仿人体器官的三维V结构 供科研人员在器官芯片上开展各种医药方面的研究实验 以往呢 类似器官芯片的制备需要光刻机对芯片模具进行V系加工 时间长成本高 而我们刚才看到的器官芯片 它的模具加工采用了最新的微纳3D打印技术 自主研发的亚像素微扫描技术 使得打印的精度和效率都处于全球领跑位置 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走进科技部重点研发 微纳增材制造实验室 一起去看一看 你以为的传统3D打印是这样的吗 但其实呢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呢 是3D打印目前最新的一种技术 就是3D微纳打印 现在在实验室里面呢 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用3D微纳打印技术 所打印出来的一个器官芯片 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采用这种最新的技术打印出来的 这个器官芯片有什么特别之处 以前这个技术是用光刻去做的 那光刻它有一定的问题 就是它的打印效率比较低 那我们这个3D打印 它实际上是一个叫立体的一个光刻 那我们就是保留了光刻的精度 然后在效率上是光刻的一万倍以上 实现了就是立体光刻一个卡脖子的一个问题 3D打印在国际上 现在越来越朝更加尖端的 更加精细的方向在发展 比如讲我们现在的光刻机 它现在在做微纳的一些 7纳米14纳米的这个集成电路 它本质上这个也是一种 在机械的上面的一种微细的加工 普通的3D打印的话 一直存在一个打印速度 和打印精度上的一个悖论 这个时候呢 我们想到了一个办法 叫亚像素微扫描 我们把这个光点缩小 缩小了以后呢 再进行这个像素内部的这些扫描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发现我们几乎不需要它增加时间的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成倍地提高它的打印精度 我们现在的打印精度 已经可以是双光子打印的上万倍 是普通的面震曝光的这种 3D打印的大概上百倍 这样的一个效率 我们利用3D微纳打印技术 制备了器官芯片 相比于以往的微纳加工技术 那么我们采用3D打印技术 能够大大提高我们设计的一个灵活性 并且便于一步成型 那么同时呢 能够大大降低制备的成本 3D打印 咱们都听说过 可以打印假牙 骨骼 打印机器零部件 工艺品 甚至还能打印房子 那么微纳3D打印又有什么不同呢 所谓微纳就是微米和纳米 是长度单位 那一微米是多长呢 一微米等于千分之一毫米 而一纳米等于千分之一微米 可以想象啊 微纳3D打印 打印的是非常非常精细微小尺度的东西 那么说了这么多 到底能有多微小呢 我们继续来看 我们直接一体打印直接成型的 那你可以看到它成型完之后啊 这个龙它是可以动的 它是一个动态的 它是直接打印出来的 这个精度是非常高的 就每一个环节细节都是很灵活的 对 是的 是的 你可以看到这边就是它的就是龙头啊 这个脚啊都是都是可以看到 非常的逼真 这边我们还有一些就是 做了一些文创的像鸟巢 红船 还有一些这个黄鹤楼的一些打印 来看一下我手中的这样的一个盒子 看上去呢 它虽然像一个空盒子 但其实呢 它里面有一些很小的 这种漂浮的尘埃 那我们把它同样的放到 我们的显微镜下面来看一下 可以看到什么东西呢 我们在显微镜下面可以看到呢 之前的这样的一个肉眼非常难以看到的这个尘埃呢 是变成了这样的一个圆孔 那么其实这样的一个圆孔的中心呢 我们看到其实只有十几微米 那是一根头发丝都难以进入的 而这样的一种材料呢 目前是用于眼部的手术 这一台呢 就是3D微纳打印机 那如果想要打印的东西呢 只需要在旁边的电脑上面进行一个设计 随后呢 进行一个操作就可以进行打印 那我们看到现在我们的工作人员 在这边呢 给我们设计了一个 CCTV科技推动力 这样的一个标识 那我们开始进行一下 现场的3D微纳打印吧 好的 我们调试一下参数 那为了产生这个微纳的效果 所以我们打得小一点吧 对 可以 我们可以再缩放 比如说我们再把这个零件缩小到50% 你的线材就可以更细 我们也可以摆两个 甚至摆四个 也可以进行这样的排版 这样我们一次就可以打多个 整个幅面全都利用上 然后我们点击开始打印 其实它的这个打印过程的操作 我感觉就跟我们平时的那种打印照片 差不多 但是呢 其实它打印出来的这个精度是非常高的 虽然操作很简单 现在就已经开始打印了 现在已经开始打印了 也不像我想象中要有机器马达的声音 很安静 对很安静 这么快就能打印出来 刚才短片当中快速打通过微纳3D打印出来的呢 就是我手上的这个小小的标牌 不到指甲盖大小的面积上 可以打印文字 也可以打印多种多样的纹路和构建 现在呢通过微纳3D打印出的陶瓷制品 构建内部看不见的微小流道 粗细甚至不到头发丝的十分之一 可以应用于医疗或者工业领域的一些特殊需求 那我们这边还有一些用微纳3D打印的这个陶瓷的这个产品 它可以在医疗或者在那个工业方面 就是半导体天线啊 或者就是这种5G方面的有一些应用 这样一个陶瓷产品啊 它上面有三根毛 我不知道您看得到吗 这的确要很仔细的近微的看 的确上面有三根很细很小的是吧 也不长很短 对是的 这个是我们一个非常遥遥领先的一个技术啊 就是它上面三根这个毛啊 它其实它的这个直径和头发丝是一样粗的 但是不仅仅它是一根头发丝 它中间还有一个非常小的一个流道 只有十微米的一个流道 它只有头发丝的十分之一 我们现在可以用微纳3D打印 去打印陶瓷的零件 陶瓷零件打出来之后 陶瓷是一个生物相路性很好的东西 它几乎没有毒性 经过了1700度的烧结以后 它里边也没有细菌存在 所以它很容易就是用在 应用在医疗器械上面 而且呢 它的这个陶瓷的高强度 也为我们其他的一些应用提供了条件 所以讲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技术 其实不断地发展 我们相信它会改变这个世界 3D打印正在向更加尖端 更加精细的方向发展 更精密的构建 应用于各种工业场景和医学领域 微纳3D打印 如今可以打印制备 模拟人体器官结构的芯片 用于药物等方面的研究 我们也相信 有新技术的加持 科学研究还可以探索更多的可能 服务我们的健康生活